所以这确实是很震撼的一个体验 我们现在看到明星产品VT五行主战坦克 他已经冲出咱们的停车区 我们的第一个表演环节是移动堡垒 在这里其实想给各位听众简单介绍一下 咱们的VT五的新型主战坦克 我们对于一个主战坦克来说 我们一般从咱们的火力 机动性和防护这三个方面 再加上现代战争所必须的信息化 这四个方面来对它是信息为一个评价 那么具体来讲VT五在火力上 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全身掉转炮 那么它装备一门105低厚多力的坦克炮 那么同时咱们要说的 它装备了咱们新一代的自动装填系统 那么特点就是装填速度非常快 而且能够导致咱们的首发明程度非常高 大家可以现在看到它全程开启炮塔 开启炮功系统 旋转炮塔的这么一个搜索过程 对 另外一点 防护上 我们现在是在三十吨级的这样一个比较轻的重量上 我们实现了坦克正面对咱们四口径的穿甲弹的防护 同时我们在侧面和后部都可以选择增加爆炸反应装甲的防护能力 然后我们可以对路边炸弹或者火箭弹是成为烧的防护 再接下来看现在它这个机动性能的展示 我们现在也匹配了咱们新一代的业力机械综合传动装置 和咱们高功率密度的这个柴油发动机 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转向非常的灵活 朱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看到它那个大纵波 然后现在这个小纵波 它这个是考验它哪方面不同的性能的 这连续可能这种可能要具有一个弹坑 一个弹坑它中间是连续的 而且这路已经可能被各种弹弹炸断了 然后我在这个不同的起伏路面上 我们技能保证我的火炮稳定标准路标 然后我车内人员操作也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这个对整个车的这种操动系统的考验非常强 但我们看到其实它速度非常快 但是呢它是履带它不是古路 那么它怎么样能够迅速的转弯 那么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对于我们旅代式车辆来讲呢 它的前进是跟咱们的这个轮水 家用轿车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转向是跟这个原理上就是不一样 因为对于家用轿车来讲呢 它转向呢 咱们是靠打方用盘调整这个前轮的这个角度 那种实现了转向 但是对于履带式车辆呢 它转向是靠两侧履带的速差 形成速差来实现它的这个这个转向 那么对于我们以前的这个 弹劾产品呢我们叫滑膜转向 滑膜转向就是指我们一侧履带要爆速 要自动 这样的话呢通过另侧履带的这个加速呢 实现它的这个这个这个转向 那么现在呢我们装备了 我们新一代的这个自动电速箱系统 系统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VT5非常轻盈 能一蹭一蹭的这样的转向